Hello大家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功效和私效的区别 对于我个人来说呢这两者区别不大 甚至区别呢还没有你所在的系是在主校区或者医学院来的大 主校区呢对于我们做生物的来说一般就只有一两个系 Biology或者叫Biological Sciences 有的时候还包括BME了 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生物所在的系 比如Physiology啊Biochemistry啊 或者是众多的clinical相关的系啊都是在医学院了 这两个校区有这么大的区别吗 区别还挺大的面试过的学校吧 通常来说如果是主校区的系的话教学任务还蛮重的 一般一年要求一到两个主要的本科生的课 就是都是大课了一个系里面本科生比如一百多人 都是要来听你这门课的 一个刚开始的Junior AP来说 前个一到两年有一定的课时减免的 因为他想让你主要着重于精神来set up你自己的research program 但是一般从第三年可能就要开始逐步的给你加码了 你的teaching就慢慢的要catch up了 那凭tenure的时候呢对于主校区来说 teaching肯定是还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吧 当然研究这一块也是不能放松嘛 对于你的grant的要求也并不低 还是要达到一个research school的正常要求了 但是医学院这边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医学院大家也知道是个研究生院嘛 并没有本科生那么多的大课了 只要教graduate school就是你们所在的这个系的那种核心课程就好了 一共一般一个系也就那么一两门课吧 通常是分为几个block 那艺人呢最多是负责那一部分block的内容 所以可以说教学任务是非常非常少的 我前面两年都只一年教一个lecture 这是什么概念 一个lecture就是一共50分钟 一年我就只上这50分钟 到了第三年呢给我加码了 那我呢一年也只上三个lecture 到了各大以后呢因为所在的系是一个clinical的系 教学任务就更少了 因为都没有graduate student了嘛 我们系就只开一门主要的课 针对于在medical school已经毕业的医学生 再选择我们系再深造的 所以学生也非常有限嘛 所有系里面的老师呢就都上这一门课 就分成更小更小的block 我目前为止呢一年也是只负责一个lecture 就可以忽略不计啊 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系里面也并不要求你一定要讲什么方向的内容 那我一般就是给一个我自己research的seminar一类 进车熟路讲过很多遍的内容了 对我来说就可以说teaching是相当于完全不存在吧 那所以呢medical school这一边的faculty 主要任务就是写grant 只要你能拿到持续的grant 资助自己的实验室 顺利的开业 就没有任何人来烦你 你是有绝对的时间自由的 如果你有钱你可以天天不上班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班 所以这就是一个好处啊 那不是你发的文章什么也很重要吗 你只要有钱能开展下去 一定会有文章嘛 但是如果你有文章却未必有钱 那你就开不下去 工作的responsibility不同 那工资的构成自然也不同嘛 你在主校区的话 因为你上了那么多门课 那自然你的工资呢 就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学校出的嘛 也就是所谓的hard money的比例 那就比较的高 我所面试的几个学校 一般都是九个月的工资 是学校里直接就负责了嘛 所谓的hard money嘛 另外的三个月 就你拿到的经费来负责嘛 那刚开始的几年的新AP呢 都可以从startup里面 就负责你那三个月暑期工资了 但是一学院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的教学任务 非常非常有限嘛 所以呢 自己的工资构成有很大一部分 一般都是从自己能申请到经费里面出的 我工作过的两个系 都是要求我们从自己申请的经费里面 负责比较大比例的工资 多大的比例 我工作过的第一个学校 UR呢 要求的比例是按照你的title逐渐提升 作为刚开始的assistant professor 只需要负责50%的工资 但是associate professor就要负担60% for professor负担70%的工资 title涨了嘛 工资自然会涨 增长的那一部分工资呢 基本完全是由你越来越多的grant 来承担哦 学校承担的那一部分 绝对值是基本不变的 这很公平啊 没有教学任务嘛 那如果也不做research 没有任何的funding来源 那学校为什么要养着我们呢 能justify嘛 对于主校区那一部分 因为毕竟你每年都要交一到两门课 那学生的学费 就等于是负担了一部分你的工资嘛 是吧 我觉得也还算挺公平吧 所以第一就是说 无论你是在工校还是私校 就是只要你是在主校区要教课的话 那你的hard money就比较多 是这样子吗 是的 如果是在医学院的话 也同样 无论你是公学还是私校 因为你的教学任务比较少 所以你的工资 自己需要负担的部分就比较多 当然这个也是泛粉而谈啊 有一些特例 像我面试的有一个 也是在医学院 是因为教学任务比较重 每个学期起码要负责一门medical school的教学 所以他负责的是11个月的hard money的工资 我有一个同学 他面试了mail clinic 说那里虽然算是一个研究生院吧 但是那里是负责很大比例的工资 没工作之前啊 我误以为私校可能工资比较高 工校可能工资比较低 因为从我的理解来看 工校呢不是工资都是来自于政府 但是我发现是一个误会啊 真的就是每一个case by case吧 有的工校工资还蛮高的 有些网友说啊 你在网上都可以查到 所有公立学校faculty的工资嘛 因为我觉得算是有一点误解吧 因为很多公立学校呢 在网上你只能查到主校区的工资 对于医学院那一部分faculty的工资 你是根本看不见的 因为我天天也想关心一下别人的工资 经常在网上搜 那我那些同学只要是在medical school的 通常都查不着 加州大学这个系统啊 我觉得不是内部人员 根本就玩不转 因为我还面试过他们的两所学校嘛 可是到现在我也查不明白他们的工资 虽然都是加州大学的不同分校吧 每个校区负责的hard money的比例都不一样 而且在网上拿到的工资吧 好像也不是真工资 有一次呢 因为我就查了一下我的同学嘛 发现居然他也是刚做AP 第一年就有20万的工资 哇 当时我看到这个 我拳头硬了 有没有 很想揍他 但是后来我们开会的时候碰到 我就很气愤的说 你工资怎么那么高啊 他说没有啊 他们加州系统因为有防补嘛 因为每个人能谈出来的防补数量不一样嘛 还有他们呢 选择拿到防补的形式或者说计划吧 也不一样 因为你可以选择比如一年拿勤 或者是分十年拿到 或者分五年的每年付你不同的比例的 可能有税务的一些考虑吧 对就非常复杂了 防补也放在你的工资里 所以如果我查呢 我就会发现这位同学 第一年拿到了20万 那第二年 工资下降了 第三年工资更低了 就会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我看到网上有人讲工校 或者说是在主校区的话 因为学校负责你九个月的工资嘛 那所以呢 你拿的方定再多 你只能按比例 调给自己暑假那三个月的工资 所以对于你拿再多的方定是没有意义的 算是一个误解吧 因为我面试的几个学校鼓励faculty申请各种方定 尤其是federal方定嘛 因为它学校是可以赚那个indirect cost嘛 拿到更多的方定就有更多的negotiation的power 自然是可以要求系里面的给你更多的工资了 那那些学校每个学校就不一样嘛 像我原来所在的UR呢 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你负责百分之多少 他就工资给你涨多少了 但是我拿到了第一个R1以后呢 我的系主任还是给我涨了很大一个百分比的工资 到了各大呢 就像我上次分享的嘛 就更加直接了 那在我的offer里就直接写明 我从自己的方定里面负责自己工资的百分比越大的话呢 我的工资数额也就越高嘛 这个就更加数字化明确化了 你说在学院的别人要负责自己百分之五十的工资嘛 用自己的federal方定 如果说你没这个方定的办呢 那就被替走吗 或者要减工资减百分之五十吗 我以前的学校UR呢 系主任呢 就说这个只是ideal的情况 也就是说你负责不了的话呢 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系里面有好几个教授都是没有任何方定的 但是也生存了下来 我们系是从来不开人嘛 如果你没有方定的话 那就主要把系里面所有的教学都承担起来嘛 如果你有方定的 并且不想教课 当然你如果主动冲上去 是绝对没有任何人可以拦着你的了 但是如果你的重心都是在research这一方面 那teaching任务可以非常非常的有限嘛 我在现在各大的系呢也是 我们虽然是一个clinical的系嘛 但是也是一样 还没听说谁真的被开除了 没有方定的也有几位同事嘛 地盘就越来越小嘛 但是系里面也一直都有发工资 因为我现在还没面临这个问题嘛 所以我没有第一手资料了 而且大家也知道这种问题不太好直接问 对吧 但是据说每一个title呢都有一个保底工资 我不知道如果是assistant professor会怎样啊 但是通常好像也没听说过哪个assistant professor 就上来三年就被解雇了 因为毕竟你setup一个program也需要一段时间嘛 对于tenor呢每个学校都不一样了 原来我在的ur的系呢 做assistant professor 如果特别特别优秀可以提前被promote 其实你一直没有founding 但是到了六年一定会被promote成associate professor 如果你还是停步不前的话 就有可能一直stuck在这一步了 不会再升到for professor了 也不会被tenor 但是也可以一直secure这份工作 你就一直转为teaching为主了嘛 理论上还是存在被开除危险的吧 但是现实生活中从未发生过 所以我们当时系主任是非常得意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们系的一个大优点 因为我们从不开除人 就这份工作非常非常的稳定 所以我一直感觉啊 就是在学术道路上啊 最难的一步就是由博后升到独立 PI这一步 你知道网上一直都有说嘛 当上assistant professor就更累了 压力更大了 就每天还要pin tenure啊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 我觉得pin tenure或者说这些压力吧 都是自己内发的 自己不感到压力 外界是没法强加给你的嘛 不拼 一直混下去 也是可以做一辈子 很快乐的associate professor的 当然你就不tenure 但是不tenure也没有关系 因为事实tenure啊 你还是不会失去这份工作嘛 promotion 换title 变成associate professor和tenure 这是两个不同的separate的事件 你要分两次来申请 第一次申请promote 成为associate professor 然后再过几年 积累了一定的业绩以后 再申请凭tenure 然后再申请凭for professor 所以都是分开的了 在UR的话 我们就没有所谓的tenure clock 像我们系主任跟我们说的 你什么时候ready 什么就申请tenure 那即使你不ready 最差情况六年也会升title 成为associate professor 但是tenure呢 你可以无限长的时间 直到你ready 再申请就行了 即使最不好的情况 你也可以当一辈子 没有tenure的associate professor 多么的happy啊 在歌大呢 是有一个clock的 就是八年 可以在这八年之间 提前申请嘛 如果你觉得自己 什么时候ready了 提前你随时都可以上 但是最后的时间就是八年 到八年的时候呢 就算是一个截止日期吧 你必须申请 如果没过的话 你就错过tenure了 也就是说 你这辈子 只要在歌大的我们系 那你就不可能再tenure了 因为只有一次机会 但是你还是可以 长长久久的 作为没有tenure的 一直待下去 就肯定不能成为full place了 对吧 我们系是这样 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所以你最好 这一次机会是well prepared 都建议我们 最好就等到第八年再弄嘛 因为就没有必要提前了呀 那你如果提前比如说五六年就申请 没有过那也可以再请对吧 并没有 就每个人这一辈子在同一个系 只要一次机会 但是你换一个地方就是另外 我面试的另外一所 中部的也是一个长青藤学校嘛 他就是tenure和associate是绑定的嘛 好像是到了六年吧 黑生即走 你要么就tenure associate了 要么就白白了 如果没tenure你就要离开嘛 他给你个一年的时间 从我了解到的第一手资料来看呢 功效和私效最大的区别 就是benefit的区别 那主要体现在退休金这一块 功效呢 一般都有退休金可以选择 但是私效通常没有这一项 那就只能存学校给你卖吃的那种 叫403 功效通常都可以选择 要么403 要么你走退休金系统 除了退休金以外的benefit 就比如房补啊 子女学费啊 因为也是case by case 每个学校都不一样嘛 跟公司学校其实之间区别不大了 主要跟location相关 像各大的话呢 主校区有一个具体的防补计划 你就只要申请就搞定 但是对于医学院来说呢 case by case 因为我们就是鼓励大家申请方钉嘛 可以说方钉为王 你有的钱越多呢 可以讲的是方方面面 可以谈判的range特别大吧 一个小土豆和一个大牛教授 之间能谈出来的benefit的 是天壤之别 再找一个视频 我觉得就单独讨论一下吧 有一个生物相关的系比较特殊 如果在申请的时候 可以特别留意一下 就是bm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这个系在每个学校所属的校区都不太一样 在有的学校它属于主校区工程学院 有的呢就是在medical school这边 在以前我读博士的学校 那就更奇怪了 它的本科和硕士上呢 属于engineering school 在主校区 但是呢博士点呢 是在medical school 属于医学院 所以我们系的faculty呢 就分成两拨人嘛 一部分在主校区一部分的在medical school 他们的工资系统也完全不一样哦 如果你的办公室是在主校区 engineering school的话 他们是负责九个月的工资的 但是如果是在医学院呢 就是根据医学院的来嘛 你负责一定百分比的自己的工资 就是完全是soft money的那一套 但是哈 我们是有本科生的嘛 很大的一部分的本科生教学 所以即使是办公室在医学院的这一部分faculty 也要负责相当一部分主校区本科生的教学任务的 对于打算申请graduate school的同学来说 这也可以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点吧 就是如果是申请了主要区那边的信啊 那通常大家的TA任务都会比较高 我在做博士生的时候呢 算是医学院 但是因为我们的本科生 还有本科生教学任务 所以呢这些TA优势来负责 自然是我们博士生啊 所以我们的话每个博士生都要负责两门本科生大课的TA任务 相当还是重的 每个礼拜都要有各种office hour啊 我们是比较大的系嘛 一百多人要分成四个组 我和我的TA partner 我要每人负责两个section 同一天上两次课嘛 因为每个本科生他的时间 他schedule不一样 他要选择不同时间段嘛 而且要负责批最后的本科生作业嘛 另一门大课呢就更是分成几个组 我们还要帮他们做实验design啊 最后的final project啊都要评分 就TA任务真蛮重的 但是据我所知呢 在医学院这边读书的我的同学们 就像我的program嘛 其实 对对对对 就像摄影师这类的program 他在医学院 大概就是一两个lecture的时候去旁听一下 然后再组织一次seminar就好了 最多呢TA任务 可能也就是负责一门课吧 而且是这种研究生课的TA嘛 那多轻松 一般都没有作业 或者有作业都非常非常有限嘛 人数也很小 博士生的TA基本跟这个学院的faculty相对等的 如果你在主要区 无论是做博士生 还是做faculty 你的teaching任务都相当的重 但是如果在医学院就非常非常轻松了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以及留言哦 谢谢大家啦 我是每周五的晚六点准时上新 如果大家订阅以后呢 在右下角就会出现一个小铃铛 那只要你点击以后呢 每次我上新你就会得到提示了 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来准时收看啊 下次再见啦 大家订阅一下吧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